大家好,我是莫哥 昨天我们对DEC进行了修补的工作 把那两条坏的DEC换掉了 另外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的清洗 清洗完之后 整个的台面干净了很多 但是还有一点 就是原先的底漆没有完全清洗掉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继续清洗DEC 今天是一雨天 因为早晨刚下过雨 今天一天都有雨 所以不太适合打磨 我们今天只做清洗 这是一个2000PSI的高压水枪的机器 昨天我在Honleap买的 然后也是一个西人推荐给我的 之前它Honleap里面有1600还有3500的 它说那个1600的压力太小了 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 然后3500的压力又很大 所以容易把DEC的木板 破坏掉 所以2000的这个正合适 它除了清洗DEC之外呢 还能这个清洗车都可以用它 然后它配了三个头 这个一个黄的 一个蓝色的 还有一个黑色的 这三个水箱头 对 因为它的这个眼的大小不一样 可能有不同的作用 一会我们试一试 现在呢我们就来把它接到水管上 然后把它接到这个上面 这是进水 然后把那个水管接到进水口里 然后它通过这个机器加压 然后从这个出水口出来 出水口就是接它这个管 我们先把它拉扯 我们先把它拉扯 然后管的这一头呢 接到这个水枪上就行 然后上面呢 我们需要接上电源 这个是一个这个DECT cleaner 然后我把它倒到这个 Shop的这个盒里头 然后把这个管插里面 试一下 接一个头 我看一下用哪个接Shop 这里面 这个眼也比较小 然后我们用这个大的 然后分一下这个Shop 这块有个开挂 对 开一开 鞋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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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